哈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欢迎收听安心SO GOOD,我是安安老师 又到了每个周末夜晚和各位听众朋友在空中相会的时间了 这一周呢,我们要讨论的主题是关于愤怒的情绪 其实每个人都很熟悉生气的感觉 生气是一种完全很正常,然后也是一种人类很基础的情绪 事实上呢,在这个演化的观点来讲 在远古时代,人类在这个大草原上面 然后要碰到这些野兽的时候呢 人类很本能的就会激发这个肾上腺素 出现一种打或者是逃的反应 要不然你就是要去攻击那些攻击你的动物 要不然你就是要逃跑 引发我们攻击的情绪呢,就是一种生气,就是愤怒 那么引发我们逃跑的这个情绪是害怕 所以我们常常说呢,这个人类因为生气以及害怕 这两种情绪才可以得以存活下来 所以呢,人会生气其实是再正常不过了 因为我们要保护自己 但是呢,如果这样子的生气变成一种常态的行为 我们的身体其实是会受不了的 因为当我们在进行这个打或逃的反应的时候 我们基本上整个人是处于一个非常激动的状态 其实有太多太多的这个医学报道都指出 如果一个人长期的处于一个发怒 或者是生气的状态的话 心脏病跟中风的风险是会非常高的 那么发生这个意外或者是工作上面失误的比例 也会相对来讲增高非常多 那有一项调查就发现呢 这个在工作上面出现失误的人 我们去调查他为什么导致工作失误 竟然发现有三分之一的人 是因为在这个失误之前 他才刚刚发过火 他在生气 那更严重的结果是 当你生气之后 不单单只是对你自己的身体 心理健康方面造成很不良的影响 并且也会让你在这个工作上面的表现变差 造成失误之外呢 我们也发现说 其实最严重的影响是 当你在生气的时候 你对对方 就是你发怒的那一方 也造成很严重的伤害 在临床上面 我们碰到很多的个案 他们抽丝剥茧 在他们的情绪病的背后 可能是因为小时候 父母对他们的发怒伤害 可能是因为有这个身体上面的伤害 或者是言语上面的暴力 导致的状况 所以其实生气 如果是一个偶依为之的 短暂的这个状况的话 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人类的本能 那并不为过 但是如果成为一个长期的 常态的话 那么我们真的就要好好来想一下 我们该怎么样来处理 我们的愤怒情绪了 事实上呢 在这个心理干预方面呢 愤怒管理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课程 那我们今天就要来讨论一下 我们该如何来做自我的 这个愤怒管理 其实安安老师会讲到这个主题 也是因为最近呢 刚好有一个来访者 他是一位孕妇 那么他因为这个孩子差一点点流产 而来求助于安安老师 那为什么会导致他的孩子差一点流产呢 因为事实上呢 这一个来访者 他本身就是一个情绪很不稳定的人 他一直以来都有这个 常常生气发怒的问题 而且他的生气发怒通常是非常严重的 他会摔东西 然后会大吵大闹 会去斥责他 令他这些不愉快的人事物 那么就在一次跟人激烈的争吵以后呢 他发现自己有这个出血的现象 所以呢就赶快到医院去检查 那么医生就说 这个可能是这个先兆流产的状况 所以要他入院静养 那么他发现呢 只要他一激动 很激动的时候 好像这个出血的现象就会严重起来 所以呢 他就很担心这个胎儿的安全 所以想要去控制自己的愤怒情绪 但是他说呢 当他试着去控制的时候呢 他脑筋里反而开始出现很多可怕的想法 比如说呢 他跟这个照顾他的家人在一起的时候 如果家人不顺他的意 他以前的做法就是会 可能就是会大骂他的 照顾他的家人 或者是向他们摔东西 那么因为现在医生嘱咐不可以生气嘛 所以呢 他就说他会双手握拳 让自己不要去拿东西来摔 但是他发现呢 他心里面好像就出现了更可怕的想法 例如他说 接下来 他的脑筋里面就有很多的画面 是他把他的家人碎尸万段 而且他是很具细迷移的 在描述那个碎尸万段的过程 那他说在工作上面也是一样 当他想要发脾气 就是对于这个下属发脾气的时候 他也是强忍着 因为他说他有这个冲动 想要挥他的下属耳光 他说他也是双手握拳 强忍着不要去生气 因为医生说不可以动怒 但是呢他就发现说 他没有挥这个下属耳光 但是事实上 过了两天以后 他会气到直接 就是叫这个下属滚蛋 直接把他开除掉 因为他说 如果我去做了一个 譬如说挥巴掌 或者是大声的斥责下属的话 也许我当下的情绪 有一个抒发以后 我会好很多 对家人也是一样 以前我就是骂出来 然后把东西摔出去以后 过一阵子 我的情绪好像就好很多 但是因为医生说 不可以发怒 然后我忍着以后 我发现反而之后的结果 是更加严重的 就是我内心的那个气氛 譬如说 刚刚说想要把家人碎尸万段 或者是我的同事 我就直接叫他不要来了 因为我已经没有办法忍受 再看到他 心里就只有一种 极度痛恨对方的感觉 所以我没有办法忍受他 在这个工作场域当中 跟我一起共事了 那么安安老师 我到底该怎么办呢 我忍耐着不发脾气 因为这个医生嘱咐我 不可以这样做 对宝宝非常不好 但是我发现呢 我如果不照着 以前的方法发脾气 通常结果就会更严重 会造成更多的伤害 跟不好的结果 我真的害怕 我对我家人的那一种 愤怒的想象会成真 我怕有一天 我真的按捺不住 我真的爆发了 就是因为我前面 不发脾气的关系 但是发脾气 对宝宝是很不好的 所以我真的很两难 该怎么办呢 其实呢 我们在生活当中 或多或少 都有听过类似的状况 就是某些人很容易生气 情绪控管很差 那我们通常都会说 这些人EQ很低 但是呢 如果到了是一个非常常态的 而且这个常态当中的这个发作 强度是很强的话 那么我们真的说 这是一种病态行为了 所以我们要如何来处理 这样子的病态行为呢 事实上呢 在心理学上面 有一些情绪管理的方法 可以教给大家的 当中呢 很重要 我先讲这个个案的例子 这个个案呢 很明显的 我们在讲这个愤怒情绪的时候 通常可以分为两种情况 一种是所谓怒气的压抑者 另外一种是怒气的外泄者 听众朋友在听到这个个案的时候 应该很明显的就可以想到 其实他被归类是一种怒气外泄的人 就是他一定要通过发出来 他的这个愤怒情绪才可以消除掉 那么有另外一类的人呢 他是本身他可能在外表 看不太出来他在生气的 但是呢 事实上他的内心是火冒三丈的 然后他的这个整个的心理的惯性 是把这样的怒气压抑下去 所以呢 当我们碰到这种怒气压抑的人呢 其实他们患上这个身心疾病的比例是很高的 所以当我们在处理这一类的个案的时候 我们会给他一些功课 是让他可以把愤怒情绪表露出来的 但是呢 对于这些愤怒的这个发泄者 就如同在这个我们前面讲到的这位个案 这一类愤怒的外泄者呢 由于他外泄的太多了 事实上心理治疗就是一个调整的过程 我们要求这个中道 他往外泄的太多了 所以一方面呢 他伤害了别人 另外一方面他的怒火太高涨 所以就像这个个案 他也伤害到自己 伤害到他的宝宝 所以呢 我们要怎么样帮助他来调整自己呢 我首先给了他一个功课 就是当你觉得你要生气的时候 马上离开那个现场 而且呢 离开现场的时候呢 请你从50开始倒数计步 50 49 48 一直到你数到1为止 听一首很符合这个意境的歌 杨沛安的 说好各走50步 待会儿回来 我们渐渐变得生疏 都习惯了自我保护 踩到不开心里的窗户 越爱越不知足 总是有自己的顽固 争吵时都不愿让步 是相爱收给了相处 只好换个身份 祝福 我们说好各走50步 说好心灰都烂也不准哭 把眼泪拧住 才能把你变模糊 我们说好 别怀疑当初 毕竟也算是珍贵的保护 不懂方式投入 奉杀了幸福 不如退回一人的旅途 总是有自己的顽固 争吵时都不愿让步 是相爱输给了相处 只好换个身份 祝福 我们说好的 曾无需不 说好心灰都烂也不准哭 怕眼泪拧住 才能把你变模糊 我们说好 别怀疑当初 毕竟也算是珍贵的保护 不懂方式投入 奉杀了幸福 不如退回一人的旅途 谁爱谁都痛苦 爱却又一步步的回顾 明天说不好 我们又可以换的角度庆祝 Oh No 还有什么礼物 能够加入分手的演出 不如现在的情满足 我们说好的 曾无需不 说好心灰透了也不准哭 把眼泪拧住 才能把你变模糊 我们说好 别怀疑当初 毕竟也算是珍贵的保护 不懂方式投入 谋杀了幸福 Oh No 我们说好 跟走不是步 每一步是步 这还是礼物 多少悲欢喜怒 也悲疼 被呵护 至少昨天 我们不孤独 哈喽 各位听众朋友 大家晚安 欢迎回到安心So Good 我是安安老师 在上一节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提到了一个愤怒情绪的个案 那这个个案的故事还没有说完 其实讲到这个愤怒管理呢 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的 第一个阶段呢 事实上就是一个 在这个愤怒情绪已经出现以后 我们该怎么做 其实呢 在这里给一个最好的提醒 就是当你发现你已经在生气了 这个火已经要发出来的时候 最好的办法就是马上转移你的注意力 把你的注意力呢 从让你愤怒 让你生气的事情上面转移开来 当你发现自己生气的时候 在心里面要立即有一个警戒的告示牌出现 就是停止 或者是说 我现在在生气 那么呢 就要让自己立刻的转移焦点 比如说你可以去做运动 比如说你可以去听音乐 或者是像刚刚安安老师建议个案的 就是你远离那个现场 倒数计步 数到走到50步以外的地方 然后呢 接下来调整自己的呼吸 放慢自己的呼吸 然后让自己平静下来 然后听一听这个 你的iPad里面的音乐 或手机里面的音乐 让自己的焦点整个是转移的 不要再把你的注意力 放在那些让你生气的人事物上面 为什么会建议这么做呢 事实上 如果我们从这个大脑的神经回路来看 在这个这些很容易情绪暴躁 然后他的反应非常强烈的这些人 他们的神经回路当中 对于愤怒就好像是一个洪水的河道一样 那他已经形成一个习惯了 就是当这个情绪来 当这个洪水来的时候 这个洪水就是会冲坏旁边的房子 冲坏旁边的田地的 就像他大吵大闹 然后他会丢东西一样 会对自己跟他人都造成伤害 那我们要做的也就像大雨治水一样的工作 就是你要适时的把这样子的一个洪水 疏导到别的地方去 我们的大脑有一个特性 就是他喜欢新奇的刺激 当他发现有新的东西 就是不在这个焦点上面的时候 他很容易就把这个神经回路 牵引到别的地方去 所以呢 很重要的就是 当我们已经在生气了 已经在那个生气的里面的时候 我们要做的是 赶快让自己从那个生气当中抽离出来 最好的方法就是去做别的事情 譬如像刚刚安安老师提的这个个案 我要他赶快从现场离开 然后呢 走远一点 那他看到的那个地方 就已经跟他原本生气的地方是不一样的 对大脑来说是一个新的刺激 那么在透过呼吸去调整自己的心跳 调整自己的血压 那么身心是一个互相影响的状态 当我们的这个身体平静下来的时候 我们的心情也会跟着平静下来 那么听一听音乐 又再一次的把这个水流 再疏导到别的地方去 让他可以放松下来 那么这个是我们所谓愤怒管理的第一个阶段 就是当愤怒情绪开始的时候 已经在当中的时候 你要很快的能够识别它 并且让自己的注意力转移 我想在这个传统或者是旧的一些方法里面 有一些地方就是他们有见所谓的这个愤怒发泄时 就是里面有一些这个杀包杀呆啊 让人家去打去发泄那个愤怒的 我要说的是这种东西真的是要因人而异 是要有针对性的 如果对于那些在我们前一节节目里面有提到过说 这一些比较是往内压抑自己愤怒的人 那么我们鼓励他表达出来自己的情绪的话 那这样子的器具 这样子的发泄 对他们来讲起到一个作用 是可以的 但是呢 对于那些本来就是情绪很外泄的 他本身就是会大吵大闹 踢人打人丢东西的人 我们把他带到那样子的场域里面去发泄完 他在发泄以后他会舒服很多 但是现在已经有很多的研究之出 这样子的这个发泄情绪呢 会导致这些本来就是往外怒气的发泄者 他之后的愤怒情绪更加的增加 而且暴力行为也会增加 所以其实如果是对于这样子的愤怒的发泄者来讲呢 带他们去再去发泄他们的情绪 并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这个是特别要注意的 而更好的做法 就如我们所说 是转移那个注意力 把注意力从这个原本让他生气的东西上面离开 或者是原本让他生气的情境当中离开 然后去做一些别的事情 可以让他平静的事情 那么这个是第一阶段的处理 第二个阶段就是一个进阶版的 这个进阶版的处理方法呢 其实是你必须去认识什么事情常常让你生气 最好的方法呢 是你养成写这个所谓的愤怒日记的习惯 写这个愤怒日记呢 事实上就是你回顾你今天一整天 你在什么时间段生气了 然后这个时间段又是在哪些场景底下 可能你会发现有一些规律性存在的 比如说你就是看到同事工作不专心不认真 特别让你生气 或者是你听到家人对你说某些话的时候 你就会特别容易生气 然后把那个特别容易生气的那些点抓出来以后呢 然后就要去问问自己 我为什么看到这些点会那么生气 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其实通常这一些愤怒情绪很高涨的人 也会有一个因素是 他们对于某一些事物是非常偏执的 这个偏执的意思就是 他们会很坚持自己的唯一的一套想法 比如说他可能看到同事在讲手机 他背后就会有一个想法是 他觉得对方一定就是不认真工作 在偷懒 所以才会讲手机 那么写这个愤怒日记的好处是 当你发现你看到某些场景容易生气 然后你找出背后的原因以后呢 你就要去挑战自己 这样子的想法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 可能同事是因为有一些急事 所以他要去打手机的 并不是如你所想的 他就是偷懒 那么当你可以去列出 很多不同的可能性的时候 你要找周边的人 和你一起去验证这些可能性 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 通常很偏执的人 他就是活在自己的想法里面 他很难从他人 或者是从一个客观的角度 去检验他的想法 所以呢 当我们发现就是我们在某些场景 特别容易生气的时候 把那个背后的原因写出来 并且把所有的可能性列出来的时候 我邀请你去找旁边的人 去一起去检验这些可能性 你会发现也许这个同事打电话 也许是因为他家有急事 也许是因为他不认真 当然也有可能 也许是因为他正在联络 其实是工作上面的事情 你要去扩大这个背后原因的可能性 那么当你愿意扩大可能性的时候 事实上你就是给予这件事情 这个场景更大的包容度与忍耐度 也就是说你把自己对于这个事件 这个场景的情绪空间给拉大了 你允许这里面空间不是那么单一的 就是说一看到这个场景 马上连接到的就是神器 当这个情绪空间被扩大的时候 事实上你就是让自己有更多的时间去缓冲 因为本来的愤怒情绪已经变成好像一个按钮 一个制约的反应 就是只要一碰到这个场景 扭一按下去 马上就是神器 但现在你给自己更大的空间是 也许有很多的可能 所以呢 我有更多的时间 可以让自己平静下来 想一想 我是不是一定要用神器来处理 因为这个空间拉大 所以让你有机会在里面 我们叫所谓的这个转念 这个空间够了 让你有机会在里面华丽转身一下 把这个念头给转一转 有了这个情绪空间转念才比较容易 当你人卡在一个很狭小的空间里的时候 要转身是不容易的 所以呢 当这个我们允许自己有接受不同的可能性的时候 我们就接下来要练习的就是一个转念 这个转念是 就算我发现对方真的是在偷懒不专心的时候 我不一定要用大吵大闹 丢东西打人的方法来处理这件事情 转个念 我可以用安安老师上周 在节目里面教过的肉夹模的沟通方法 来跟对方说 既可以达到效果 又可以让双方的相处是和平的 所以呢 这个愤怒管理的进阶 就是我们要识别出 哪些场景 哪些人事物会成为我们愤怒的导火线 然后在这个隐性被点燃之前 就给它一个华丽的转身 一个转念 一念本来是地狱 但是因为你的一转念 就变成了一念天堂 优优独播剧场